第一个的话Mans CAI 我要改写什么 原来的Mans CAI是长这样子 它里面是一个List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List 不要放在这里 因为有时候呢 像我刚刚讲了 12个月还好 可是如果你全民检1000个单字好了 那1000个单字 你1000个单字 那不得了了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这边是刚好 它英文跟月份 刚好是英文对数字 那如果说以后 如果是英文对中文 那你可能需要两栏的资料 一个英文一个中文 那如果两栏的话List就只有一栏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两个List OK 或者如果你两个List的话 通常会用叫Dictionary Dictionary就是字典 其实字典就是 两个List 你可以把它切开 其实还 蛮好理解 待会会讲 有关字典的部分 那首先第1个请各位 把这个 MANCE CAI 但这一题如果你 之前的那个 练习不见的 你可以查 你可以找 之前的 然后你就是按右键 new一个新 module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 new一个 这边按 新的module 然后把程式贴上去 你就恢复了 那我们把这一题 怎么样 把它修改一下 所以第1个MANCE CAI 按右键 把它复制贴上 因为我要保留旧的 做比较 这边的话 也许你把它改成什么 底线 也许叫做File 就是说我希望呢 可以从外部读取档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希望 这边的话 底线加个File OK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希望 这边 把这边开起来好了 原来是List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后面东西 不要 我希望怎么样 这个后面东西是来自于 把档案读进来的结果 所以我这边可能会需要 再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File 那这个File里面 这个新增一个档案 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File 那这个File名称的话 也就是month 这里面的话就是 点TST 那这里面的话请各位 把那个云端上 或者你那个List 这边有那个 我们1到 12月的相关资料把它贴上 OK 这个时候当然 我就已经是一个文字档 OK 点TST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的档案来源 是从这边 帮我读进来之后 放到这里的话 那应该怎么都还记得吧 F等于Open Open那个档案 读进来之后用什么 ReaderLine ReaderLine不是读进来吗 对不对 那就丢给一个变数 也许叫A 也许叫B 然后在Splitter切开 切开之后呢 它Splitter 切完之后的东西 那就会是一个List 那你就把它从这边接就可以了 不过呢 还是老问题 他这边是 从什么 从那个 1月 所以这个是零 所以干脆取巧一下 干脆这边多一个斗点好了 为什么前面 那个空下来好了 不然你又要再 加1 还要再减1 麻烦 干脆 这个地方前面多个斗点 那把它 应该还记得怎么读吧 OK 这边的话 F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Open Open那个档案 所以那个档案的话 你给它 档名的话 就是什么 Mans Splitter 点TST OK 斗点 你要怎么读 你要是用什么模式 我们用R OK 那 斗点 特别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在 Equibus建立的话 它预设是UTL8 所以你如果后面 假设没有读取的模式 它可能会出错 所以我斗点什么呢 Encoding Encoding 把它 跟它讲说呢 我编码方式是什么呢 UTF8 UTF 1-8 这样它就什么 把这个读进来了 读到F里面 那F是一个 Upture 一个物件 不过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List来看待 我们上一周讲过 你也可以 多写一行 用Realize 读到 一个List 不过发现 其实也可以直接切 那我要怎么样把里面的东西读出来最快 F 点什么呢 我这边的话 其实直接干脆就是把那个东西 前面的A来接好了 A等于什么呢 F点 因为它只有一行 所以我用什么 Read Read line 小刮壶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把那一行 的字串 帮我丢到A里面 Enter 可是问题现在字串 它并不是一个阵列 所以如果要是一个阵列的话呢 那我可以用什么 A里面的SPRIT 还记得吧 SPRIT 刮壶 SPRIT就是 切里面的什么呢 痘点 OK 好 这样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写完了 A就把它SPRIT出去 就丢给它了 OK 这样把它Safe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啦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都写过 但是请各位 记得 最好可以把它熟练 就是 开档 读一行 然后放在A的字串 它就在把这个字串里面 看到有痘点 就把它切开切开 切开完之后就放在Minds String里面 OK 这样就完成了 当然如果说 假如你比较没有把握的同学啦 你一执行 不知道对还是错 有时候好像乱枪打鸟的感觉 我建议啦 你干脆什么 射中断点 然后呢 前面这几个地方 射中断点之后的话 再用除错模式 把它run一下 除错模式 它就会帮你run起来之后 你就逐行去看 如果有错误的话 它就会马上出现 第一个F 它一个object 这个object 其实我觉得 可以不用观察 没关系 它里面一定是F 里面是一个object 这个没问题 他跟你讲说 它是一个object 再来 Read the light 观察A 执行这个 A就跳出来了 A里面是什么东西 他跟你讲说 它是一个String 而且 第一 这边空白 没有东西 1月 2月 3月 所以你会发现 用这样的方式慢慢慢慢看 程式保证不会错 你不要 我发现有些人 就是性质很急 就是run run错了 不知道为什么 亂改 越改越糟糕 你倒步怎么样 射中断点 慢慢看嘛 记得 那个技巧 你想观察的地方 射中断点 配合上面的那个 resume 下一步 好 那再来就是 他已经知道 这个是一个字串 告诉你是String 再来就是观察 MonthString 所以 下一步 resume 好 这个 执行 已经把那个 MonthString 这一行 执行了 也切了 所以你看一下 MonthString 这边有个MonthString 有 它是一个List 没错 因为Splitter之后呢 切完一定会丢过来 一定会是一个List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观察到 一定是Cast 一定是List 表示说这个里面现在放的是一个List 那这个List里面放什么东西 关键一定是中刮糊 所以以后呢 你看到中刮糊 它就是一个List 你不要 如果是小刮糊 里面放很多东西 那就是Triple 就是 它是唯独的 OK 不过那个Triple 我用的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它差别是不能写入而已 其他都一样 效率 快一点点 快万分之一秒 其实没什么 干脆用List就好了嘛 另外一个就暂时把它忘记没关系 没有发现好像 都一样 那你干嘛还要多一个 你干脆用一个就好了 脑袋里面真的记不了太多东西 如果都一样的话 暂时忽略掉 OK 然后呢 1 一个一个一个 这边都出来了 所以你看一下里面OK的话 基本上你后面run的也不会错的啦 OK 那我们把它先停掉 再切回到一般模式 所以debug模式再切回来 这样子来跑 应该就没问题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 我不确定 我刚刚改的 那我就中断 慢慢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变述 如果没错 我想程式也不会有什么bug 那就怕说 你根本用想象的 这个程式最怕用想的啦 就是真的 好像是懂非懂 那其实 真的就很容易出乱子了 而且程式少还好 程式一多 我看问题就一刀一刀 我来执行看一下 OK 这是几月 随便输入10月看看 答错了 12月会不会对呢 如果对的话那OK了 诶正确答案 所以 我们已经成功的把 之前MANCE CAI的 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外部读取 的那个版本 OK 特别注意 就是 第一个我刚刚是什么 先建一个MANCE.TST 那一样啦 我为了避免说 第一笔 记录 他是零 那又从零开始 又要减一 最后要加一 那我就干脆把 第一个空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把 原来的程式 的那个MANCE CAI 其实我大概就改 应该可以记得吧 这个读档 这个 读一行到A 然后再把它切割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 还蛮常会遇到的 如果你这不熟的话 很多东西 当然就会 比较容易产生出啦 如果忘记没关系 云端上都有啦 你就再把它看一下 操一下 参考一下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MANCE CAI的那个 就是外部读取的 版本 接下来的话呢 这云端上都有 所以这边 其实关键就是这几行 OK 然后 再来的话就是 Dictionary 这个所谓的Dictionary 其实呢 就我刚刚讲的 字典嘛 字典一定是 List是 我们可以想象成它是一栏 两栏 跟那个拉面没关了 一栏 那Dictionary就两栏 OK 那一栏比较厉害 还是两栏比较厉害呢 还好台湾没有那个 开什么 两栏拉面的 模仿 因为以前不是有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就 又 什么统一 统一超商 就变成统二超商 还好没有 7-11 变成 多一个7-20 或者是 弄一个什么 字典 其实 顾名思义 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两个栏位 一栏就是放什么 像英文 然后另外一栏也许放 那个中文 英番中 那它的概念一定是 KeyValue KeyValue Key Value Key Key的话 实际上就有点像栏位名称 Value就放什么 KeyValue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网络的世界用的还蛮普遍 像Jetson档 Jetson档其实就 跟Dictionary 非常的 match 所以呢 网络上很多那个开放之后 是Jetson档 你可以把它 抓下来之后 直接丢给Dictionary 马上就可以拿来用了 所以这边有点像那边过来 这边丢就可以了 那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些方法 这边都有 显示出来 比如说第几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Dictionary有几个 就LEN LEN不就跟那个 串列差不多 Clear是清楚 Copy我想应该没问题 Get里面的东西 另外Items Items里面的话 就里面的项目 那一定是两个 一个Key 一个Value 然后Key的话 就是指的是里面 它一定是有个Key 所以把Key Key加S 里面所有的Key 等于是 第一栏的资料 全部抓过来 如果是点 点Value的话 就是把所有的 第二栏的资料 通通抓过来 所以 我们如果说 假设要练习的话 请各位也许练习一下 底下 这边 如果我今天希望 显示出来 某某某的成绩为几分 某某某的成绩为几分 比如说张三、李四、什么王王后面几分的话 那 第一个 我们如何建什么 建一个Dictionary 特别是这个Dictionary建立的方法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范例好了 但第一个 假设我们这边建一个Dictionary 一好了 那当然理论上应该是 先建一个空的给他 特别是说 一样 所以以后看到大瓜胡 记得就是Dictionary 就是字典 中瓜胡就是List 所以 中瓜胡就是一栏 大瓜胡就两栏 也许这样比较好记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 像Israel 不然有些东西 Python实在太抽象 很多东西到底放什么看不到 你要只能想象 所以我如果已经产生一个空的 那我要怎么把资料放进去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放资料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一次 放三个学生的资料 那他的架构一定是一个key 冒号一个value 一个key冒号一个value key value OK 所以这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OK 可以一次输入 总共有三个学生的资料 如果你要 放很多个资料上去 可以用这个 第一个方法 那比较重要的是 第二个方法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放 每一个 就放一个的话 就是哪一个学生 记得Dictionary 这边是中瓜胡 等于哪一个学生 中瓜胡哪个学生 那如果将来我要把它读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list 一个瓜胡 用list的方式 我的习惯 当然你可以用items 不过我比较习惯用list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刚刚强调 Dictionary就是两栏 一栏是key 一栏是value 所以我可以 如果你要把它转换成 一个 两个list的话 一个是key 一个value的话 那我可以 就是 外面包一个list 然后把他的那个 Dictionary 这个名称 点keys 特别说 点keys 指的是把 他所有的那个 名字的部分抓过来 那value的话 是把他的成绩抓过来 所以分成两栏 这一栏是所有的名字 这一栏呢 是所有的成绩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做平均列出来 所以把它跑一下 知情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人 的成绩 所以将来输出什么 这个人的名字 然后他的成绩 是这一个 一个一个的话 那当然 你可以怎么 跑一个回圈 它底下一样 就是 我们 for i in range 把这个key 当然你就是 总长度因为 key跟value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拿key 假设总共有 五个人 他就是 在这里面的range 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帮我print出 print的话呢 就可以key value key value的输出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 一个dictionary 拆成两个 一个是key 就是名字部分 一个是value部分 分别怎么样 分别把它做输出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 大家了解一下dictionary 的一个应用 那这一题如果做完之后 可以想一下 假如 我希望 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外部的档案 读进来之后 然后一样类似 把它的 谁的成绩 几分 显示出来的话 但是我现在这个dictionary 是自己写上去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怎么样 这个成绩 是从那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有 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有个 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请各位打开 假设说我今天 这边有姓名 这边有平均成绩 那我希望把这个 这个档案 下载一下 下载格式用csv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请各位试一下 假设说我今天 这个csv档 我希望把它丢到字典里面 跑出刚刚类似的结果的话 该怎么做 OK 这个当然 可能需要 试一下 当然它这个csv档 把它下载一下 待会再看好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dictionary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分别 可以建 三个 四个五个 不过 一般其实比较常用的 还是下面这种方法 一个key 一个value 一个key 一个value 所以将来 如果你从 csv档 读进来的 通常会用 下面的方式 把它塞到 dictionary OK 要怎么塞 我想 各位想想看 怎么样可以 把 第一个 你就是要外部读csv 第二个的话 把csv的东西 塞到字典里面 第三个 再把 塞到字典里面 东西读出来 显示 在 画面上面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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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